謝謝主席,還有各位同仁 次長,各位政府關聯 工作同仁,媒體朋友,大家午安,大家好 請次長一下 請葉寬時次長 家瑋,你好 市長,看到這個工程常常有弊端 這是我們現在政府,常常都是要把很多事情 像交通部來講,很多都是 有這種專業者,發生這種弊端,其實都不宜的 有很多單位,他本身沒有工程人員 他都是外包啊,給顧問公司做 我們台灣現在的顧問公司,有多少能夠承擔我們台灣現在的建設 很少啊 很少的這種情形 所以因此我們現在會看到 我們交通部啊,其實來講的話 他很多裡面都是有一些 具備專業的這種專業人員 我們現在在這專業人員來講的話 他都沒有盡到這個責任 市長 六個這種這個 有關於這個發生弊端的這個 緊急的鋼筋的問題 這個是那個顧問公司 受計的嘛對不對 對 那為什麼要這樣做,他是故意的嗎 顧問公司他自己設計有錯誤 後來事實上是他自己主動發現他有設計錯誤 所以予以更正 但是這個就是說 我們會看到這樣一個顧問公司 他這裡面就是他的管理 是沒有辦法去 承擔這麼重大的一個工程 所以說剛才我們 趙偉所講的這種 有關於這種這個 跟其他這種這個公司 齁 來聯合這種這個 乘坐齁 其實來講的話 這個都是實意 即使沒有違法也是不當的這種 這個情況啦 都是不宜的這種這個情形啊 糾結在一起 那現在發生的這個六個 這個緊急要發生問題 為什麼用這個補強的方式 補強更不可能啊 誰能灌下去他還可以 可能嗎 這部分我是不是請我們曾局長來說明 請曾大人區長 委員好 他補強不是只是把水泥灌下去 他需要把它的接連結面做處理 一方面要把它打薄 另一方面要植入鋼筋 然後做直晶的這樣的一個連結 所以他新舊混凝土本身 經過這樣處理後 可以產生一體的作用 我是不是專門連演啦 但是我在原來的學校裡面 我看了很多啊 我們學校有一個非常大的工人公司啊 做我們這個法協院啊 他的這種這個 用這個新的模板啊 所以因此啊 他這個很多很 很官華的情形 他沒有把它處理好 所以因此就膨脹 一到處就膨脹 然後就是往下掉 非常危險啊 上課還是往下掉啊 後來怎麼辦 收好去補這個膨脹的地方 把它補起來嗎 不可能這種事情嘛 所以 全部打掉 全部打掉 把這個所有這個水泥啊 他這個新的模板之下 手自的這種 這種光滑的這種這個情形啊 他們 貼不住啊 往下掉 膨脹這種情形啊 全部打掉 然後再打毛 美國看的證明你也有打毛啊 整個大樓的這個打毛啊 工程花了很很很很久的時間啊 是 對不對 那我所以我所講這種這個情形齁 像我們現在在蘇工的時候 一個大樓梁子啊 裡面有這種這個 鳥巢的情形啊 我現在對這種時候 經濟部在我們家有的家鑽中心啊 我兩國就去看一次啊 雖然不是我的事情啊 我非常重視啊 我已經是看了數次 部長去的時候我都 就跟他講 哪裡有改進哪裡有改進 他們也會來 也非常的重視 所以希望他的品質非常好啊 有人重視 他的品質就會增加 不然我們現在這個台灣的工程啊 一半以上啊 都是不活國的啊 那你為什麼當時這個 六個 全部叫他打掉嘛 他錯誤就要全部打掉 為什麼要補牆的 所以我們已經把它 中間的部分已經打出來了 然後補牆鋼 另外再加補牆鋼 給他一種這個機會 他以後還是會發生事情啊 我把這個 在我們這個學校裡面啊 我把整個這個這麼大的 他只有一個孔啊 全部打掉啊 後來啊都不會有發生的 你這個 這個這樣情形 你再給他補啊補啊 補啊 兩千萬對他來講這個什麼 他跟你講是兩千萬有沒有兩千萬 我剛才所講的大樓啊 打起來是一兩千萬全部在補牆啊 全部打毛 全部在 再把他這種這個補上去 而是兩千多萬啊 照打啊 我發覺這個不是 只是說這個 對這個整個 這個安全性啊 結果啊 並沒有說 他發生了這個問題 只是說 他沒有辦法把這個 所謂他的 水泥啊 把它穩定 所以會掉下這種情形 全部都打掉 不是我們現在中間那個 做錯的部分都打除了 然後也把鋼筋再增加下去 然後再交織新的混濕度 六個就是 至於 一半切掉嘛 然後再補槍嘛 不是他是中間整個 鋼筋嘛 鋼筋嘛 然後打毛嘛 這樣情形嘛 不是那個植金指水平的 是讓新舊混濕的能夠結合為一體 是指水平的這種植金 來當作他的 為什麼不能打 全部打掉呢 他因為本身 他是一個井基 所以還是要保留一部分的外殼 這部分是有經過計算的 這個裡面都是這樣講嘛 你這把他弄掉 他還有什麼問題 你這把他全部挖掉啊 為什麼不能挖掉咯 我們就是這樣的一個 一個 放縱的這種情形啊 造成我們現在顧問公司啊 就是這樣這種情形啊 你曉得我們現在會看到的時候 現在可能有改進啊 以前建築師的 他的這個建工人員啊 他會是什麼樣 去囉嗦這種這個 營造工廠的人員啊 你沒有這個給我製 你沒有給我所謂這種這個冷氣 你沒有給我什麼什麼樣 我就不給你簽 你現在還要不要給他簽證 才能夠去領錢 是不是還是這種情形 目前我們的 姑院的話 是有承包商那裡 經過監造 是要簽證 因為他確定他簽證 他就不給你簽證啊 你沒有給他這個錢 他就不給你簽證啊 如果有這種簽證 我們一定嚴懲 這個部分我們是不允許的 你講的嚴懲 你都沒有去看嘛 我請問一下你幾次到這個地方去看過 我們現場還是有我們的督導人員 有督導人員 督導是督導啊 我現在不曉得了 你上面的人要去看啊 是 我們有督導人員 對不對 坐在那個冷氣裡面 怎麼能使這個工程非常好 不可能的啦 對著我們現在台灣這種工程啊 尤其是交通部啊 這是有專業人員的啊 要非常的 敬業的是把這個你們的專業把它拿出來啊 其他的單位 他都沒有這個專業人員 他沒有辦法 所以根本他不曉得啊 交通部是專業人員很多的地方啊 結果還發生這種事情 顧問公司在現在目前我們台灣啦 我可以講啊 一半都是不合股的 而且找到是同樣的人 同樣的人 而且我們政府機關現在 這是一個現象 全部我們裡面都不要有這個專家 為什麼 我們是外包就好了 我們不要有專家 所以沒有辦法做好嘛 而且每個人都是 我剛才所講的嘛 就放他一麻嘛 一半 一麻不要事先不要 放到一半麻 這種情形 所以我是希望齁 這個處長跟這個 這個 這個 這個齁 一定齁 對這個不要去姑息他啦 姑息一次啊 永遠沒有辦法沒有沒了的這種情形 一個這麼大的顧問公司 竟然可以算錯這個鋼筋 他沒有做最後的檢查嗎 開玩笑嘛 開玩笑嘛 這種情形 你難把說這個 剛才所講的 這個水泥這樣的話 可以融合起來嗎 那個是可以結合在一起 可以結合在一起 是啊 我們是這樣講啊 到哪一天就沒有辦法啦 事情啊 這個水泥弄好以後 你要把它結合在一起 非常困難啊 說實在的啊 我剛才所講的這個大的一種這個 一個一個原刺啊 它裡面有洞啊 你說我把它補好 很好看啊 但是它就是 已經那個那個韌度啊 強度已經不夠了 我雖然不是工程的 但我看多了啊 所以我是希望說齁 我們真的是齁 要好好的齁 對這些齁 我們的顧問公司 尤其我們的主辦 你雖然是交通部 你們國公幾十一 這個主辦的機關嘛 對不對 對這種這個 這個所謂這種這個 這個 這個成造的營造場 或是所謂這個監辦的 顧問公司 更要這個員工 他建造他自己本身就不好 他怎麼建造嘛 根本沒有辦法啊 對不對 我們是這樣啊 就到時候就這樣啊 過啦過啦過啦 就這樣過啦 什麼都沒有事情 所以像這種這種情況啊 都應該報到工程會去啊 以後什麼都不能做啊 你們有報嗎 對這些人怎麼去做 你現在就講說 我有怎麼怎麼怎麼做 請問你一下 對目前我們有幾個改善措施 第一個就是說 我們會嚴格的要求 以後設計品管的部分 要按照流程 要非常嚴密去品管 那另外對於我們現在的一些 重大的 結構物 我們也已經 正在籌備 將來要 由獨立的第三者來做 第二次的查驗 獨立查驗的這樣作業 來確保 它重點的部分 都能夠被 嚴密的監控 那另外我們也有一個 想法就是 希望 能夠在 整個完成的時候 它裡面的 這個重要的數量的部分 再做一次數量 比例性的一個查核 這部分也是一種 平行查核 這很好啊 但是你要很嚴謹 你公共公司做好以後 你們 交通部有沒有去看這個 它整個 搜集以後有沒有 有沒有切施 沒有啊 就這樣簽了 過去了 而且是它自己發現了 更荒謬 這部分我們也認為說 可能我們督導 確實有不周 這部分我們相關的同仁 跟主管也做了一些懲處 那本案就是 它簽證的 祭司的部分 依照祭司法也 有 以請主管機關來做懲戒 這個像這種情形啊 像這種公司 以後應該是說 給他幾年不能夠 承包什麼 做什麼顧問的 這種這個情形啊 也不能去當這個 營造當然是 這個不是營造廠的問題啊 因為不是他設計的嘛 這個顧問公司是有責任的啊 我們不能夠放過他啊 這種情形 我為什麼是常常都沒有辦法 就是放一馬 沒有辦法 而且對這建造公司裡面啊 對營造廠的關係啊 你們要特別重視啊 我說 講的是實際的啊 不是跟你開玩笑的啊 我自己把建制室的這種監工啊 把它吃掉啊 不可以啊 怎麼可以這樣這種情形 對如果有剛剛委員提醒的這種 你都沒有發現過嗎 一定延程 如果有我們就延程 不是有啦 你在構成中 你有沒有發現過其他的 有沒有這樣的情形 我目前沒有發現 所以你們都沒有去好好去看嘛 就是 都沒有發現嘛 就以為是太平世界嘛 這種情形嘛 這樣這個不好啦 這個情形 假如是這樣的話 以後這種這個 雖然我不是加分委員會的 以後就把你們的預算 把你動結 把你扣除啊 這什麼 有什麼用嘛 什麼時候沒有辦法 不過委員可能還是要跟你補充一下 我們確實有現場的 國工局的工程師 在做現場督導了 但是監工是偉伴 但是我們還是有督導人員 在現場做督導 所以 如果有不當的監工行為 你們要去看這個督導 有沒有在那邊啊 我們督導人員 是會隨時到現場去做督導的 所以是有的 隨時 天天在那邊嘛 隨時 你在住場啊 就在那邊啊 什麼隨時 這種情形 在其他地方 我們有一個所謂 創業員期啊 我跟他講 他說有啊 我們一個禮拜下一次 我說一個禮拜要幹什麼 我們不會這樣 我們每天都有 對不對 這個工程中 你要這監工 就是平常一些什麼 特別的加急 什麼樣的情形嘛 這樣好好的 把這個工程做好才是重要啊 好不好 我想這個 這個問題 我是很心疼 因為很心疼的這種情形 工程 在台灣做工程 很多數 百病重生啊 好啦 另外就是 市長我請問一下 陸平專案是不是你們做的 應該沒有吧 這是地方政府在執行 陸平專案是你們出錢的啊 沒有 這是地方政府執行 蛤 地方政府哪有錢 不可能嘛 這個 我 請說明一下 工程會 說明一下 報委員 這個工程會 那邊有一個 陸平專案的推動小組 對啊 那這個部分包含中央公路總局的部分 還有地方縣市政府 都有在推動 沒有我曉得啦 這個 這個很重 現在這個報章雜事一大堆啊 對不對 為什麼陸平以前說 給他放到下面去 都很多反對 現在 這麼薄 然後一下子就壞掉 當然工程會有問題啊 但是 我想這個很多的情形 跟你們是一樣 這種情況啊 對不對 我們都要共同努力啊 台灣 別人講說他不是只有美麗啊 只有很好啊 我們什麼都是很踏實啊 這樣才有用嘛 對不對 這才有用嘛 就是